很多人在绘画人物的过程中 常常只留意到角色的五官 装饰造型 光影配色 甚至用琳琅满目的背景来塞满画面 但其实要给人深刻的印象 人物最欠缺的是表演张力 只要摆出动作角度及眼神表情 你就能知道它正在发生什么故事 这时你的角色才有了灵魂血肉 气势也随之而来 嗨大家好 我是Aden 这次与YOTA再度合作第三堂 人物骨架与透视动作课程 将带你学习如何优化 及设计人物动作美感 让角色能演起来 很多教学会从异用解剖学 切入人体结构 但这对初学者而言太过复杂 在这堂课程中 我则是以动画概念的简易骨架说明 并设计一套有浅陆深的人体结构画法 让大家更容易吸收 课程最初会先用积木的概念 来帮助大家理解骨架结构 利用简单体块 让初学者适应指上多种角度的立体思维 再来会以一组万用解锁的人物比例秘诀 教你轻松画出不同年龄层的人体比例 并讲解如何从积木结构演变成肌肉结构 最后转化成漂亮富有结构感的肌肉曲线 此外还会拆解手部脚掌等较难掌握的人体细节内容 当你能贯通上述那些技巧后 我们才会进入到骨架透视的章节 你知道如何让百pose的角色身上同时拥有俯视及仰视的角度吗 或者人物的视姿在广角镜头里呈现什么样的变形才好看 在这个章节里我带领你把普通骨架动作近身成透视角度动作 并推演一个角色动作的各种角度 让你的人物不再只是石板的视角 而是从平面变成有镜头感的动作 能在俯视仰角等各种夸张场面述说出人物的生动感 最后我会带你走过角色动作设计的流程 从题材收集、草图布局、动作设计到导入服装造型和武器配件等 扎实每部环节流程 画出具故事感又生动的角色造型 想让你的人物角色动起来吗 准备好你的画笔 跟着我一起画吧 就像我们一样啊 在我们前面的人物 worth going